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今天半到10点游回去替各位做一个看盘解盘 行情方向 给你做一个交易上面的参考 昨天盘中台北股市上下幅度颇大 当然在还没有收盘前 也发生了递增 先祝大家一切平安 一切平安 行情路况的方向 即便今天在涨 可是我认为还是往下 投资朋友不是凹单 不是硬凹 我是有依据的 我是有依据的 延续四天的政治性的买盘 昨天做一个宣告 结束 这一段的买盘 我相信全市场的分析都无法去做一个分析预测 没有人会了解 会提前知道 会提前知道 红海 董事长要参选总统 即便外资在这段时间是做一个积极买超 但是这个部分 你只能知道他有在买超 但是你不知道 他会突然参选 因为红海的走势这样 所以相对的大盘这一段连续四天的走势 是全部归功于红海 你要了解这件事情 最终股价还是要回到它的基本面营收 消息面提材面再怎么强势 再怎么好 你最终还是要看企业的财报数字 我不是说红海不好 可是有一点太热 有一点太热 这一段 我在这边跟你报告行情路况往下 这一段是超乎预期的 我也必须坦白跟你说 可是盘面上透露出的讯息都是如此 行情路况往下 为什么一一解释给投资朋友 去做一个明辨 行情路况方向的一个内容 理论上来说 这样上去 是不是所有的股票 都要创新高 你的手中的股票 应该不会有套牢 合理吧 加群指数不断地 在我跟你说行情路况往下 12月12号之后 量不断地增温 量增价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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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应该要做一个 应该你的手中是不会有套牢的股票 应该是这样吧 可是投资朋友 我为什么做行情路况往下 因为 内支系统 在做一个测出 包含今天的短线内支系统 也在做一个测出的动作 全部都在这几天 去做一个测出的动作 请立给投资片我看 6141 博程 加权 加权指数不断地创新高 博程不断地杀低 加权指数不断地创新高 博程不断地杀低 只有一档博程吗 没有 再继续看下去 3504 加权指数12月12号之后 不断地量增价长 量增价长 量增价长 创新高 可是投资片我看一下 3504 亮面光 是不断地在短线上 破底 加权指数不断地在12月12号 行情路况我说往下 可是不断地量增价长一路创高 上尾投空 也不断地往下 去做一个破底的动作 一样 一样啊 加权指数创新高 理论上你手中你手中不会有套牢的股票 不会有赔钱的股票 应该是你赚多跟赚少而已 你看 3527 巨鸡 会让你套牢 他会让你套牢 有赚钱吗 加权指数创新高 2368 不断地破底 理论上是不是也要跟大盘做创新高的动作 没有 还有没有股票 有 如果只一档股票 两档股票 你没有办法 可以得知航行路况告诉你的东西 你要有很多的样本 样本数 你才有办法 去了解这个盘面 到底 是要不计价的 眼睛蒙起来 拼命买进盘目的交易 还是你要退场休息会比较好 9958世纪钢 昨天 那个上影线 拿到平盘算是强 可是不断地也是破底 赚钱指数不是创新高吗 应该八大类股 所有的族群 应该都要往上涨 而不是只有涨全职股 不是只有涨鸿海 台积电连电 大力瓜 应该其他的中小型股票 你都要往上去做一个上涨吧 对 至少是轮动 这么多族群 没有 对308也是一样 台达电 不断地破底 短线上再不断地去做个破底 陈奇也是一样 风达科 平台整理也是破底给你 投资朋友大盘不是不断地创新高吗 亮针 驾长 你所有看到的分析都告诉你 量价关系没有失控 国际没有任何的利空 包含法人预期 投资公司预期 投资机构预期 现在美国公告的企业财报 应该是低于预期的 结果反方向来 结果一公告之后全部大多数 七成以上的公司是优于预期的 无尽没有任何的利空 中美贸易战也是如此 完美无瑕的行情 就发生在4月12号之后 可是你的股票也没有套牢 2371大同 要不要创新高 大盘创新高 为什么它连续破底 打回几乎是原型 为什么 4190 左灯也是一样 没有撑 直接破底破底再破底 大盘不是持续的创新高吗 保龄附金也是一样 没有撑 没有撑 再破底再破底 今天只稳 但是你有赚到钱吗 浩鼎也是如此 破底 大盘在创新高 在12月12号之后 不断的量争价涨 来创新高 不是朋友 你手中的股票 有没有套牢 有没有套牢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不是跟你说凹单 大盘里面就很强 里面真的都很强 然后我非要告诉你说 行情路况要往下 你要看要看里面 行情路况告诉你什么话 931191月3号1月4号1月7号 一路请你偏多 2月26号请你告诉 行情路况往下 3月11号告诉你 行情路况将往上 行情路况要往下幅度空间 速度不会太大 个股零跌 请你偏多操作个股 没有请你放空 再来第三段 我跟您报告在这一天 这一天 全市长跟你喊要 行情结束的时候 3月25号 我跟您报告 行情路况往上 但是第三段 请你不要参与高手派 行情路况一路往上 我是一直在这个时候 4月12号才告诉你 行情路况往下 我不是这边告诉你 行情路况往下 一路被咬上去 一路被咬上去 我好像一直跟你喊 行情路况往下 不是 我是在4月12号 告诉你行情路况往下 是在这个位置点 不是在这个位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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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在这个位置点 所以投资朋友 你看看第三段行情 请你不要参与 是不是保护到你了 不好做 你会去买红海的人 有 不多 你会去手中抱有红海的 投资朋友 一定会有的 可是不多 你会不会在这个时候买 也是一个问号 大多数人是在做一个解套的附近而已 我在讲行情路况 等一下拿出证据来 因为有些投资朋友 他不是第一天 看我节目 他可能只有今天才刚开始看我节目 所以他不太了解 我跟你说那几个买卖点风险 我都有提出证据他可能没有看过 等一下下半节节目我会讲一下证据 另外 今天报纸上说 昨天的地震会有一些受惠族群 不过我看了一下受惠族群 我觉得这个受惠族群 要跟投资朋友分享 我觉得跟我的看法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等一下广告之后的节目 我会针对行情路况的证据 以及所谓的 递增之后的受惠族群 跟你做一个分析 谢谢大家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好想 二 有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战网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花很久 花很久 02-8773-8859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花很久 花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花很久 花很久 02-8773-8859 Babby 你要乖乖哦 今天陪妈妈一起去打流感疫苗 你知道吗 为了让你能够尽尽看看地长大 妈妈什么都愿意 等你长大 妈妈也会定期带你来打疫苗 妈妈老了 你会不会陪我来打疫苗呢 各位观察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刚刚上半节节目有说 今天下半节节目呢 主要是讲两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是 航前路况我会拿出证据 拿出证据给你去做一个说明 没有证据我不会跟你再这样说 因为没有证据那就很简单了嘛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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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讲的大家都会 用讲的大家都会 买到最低点 然后一路做多到现在 我是告诉你买 航前路况往下调节再买 下来告诉你 还有第三段行情要往上 所以我会拿出证据 没有证据 我不会跟你这样信口开合 讲这一段之前 我们就要回顾所有的 在我解盘开始所有的历史 这是重点 历史要经得起考验 而不是只对一次两次对三次 那些都不会是重点 一次两次三次大多数都是巧合 重点是你要有这个核心思想 你会发现你走的路会跟别人不一样 市场上会告诉你你的路是正确的 7月25号去年 告诉你行情留意未知的风险 可以放大谢谢 这一段行情盘整了十天 瑞兹的风险后来发生了 这一根叫土耳其金融风暴 相信大多数人都忘记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 来 7月25号刘易强中直辩 够了一次了吧 8月30号 打入底之后创新高提醒短线建高点 不会有人请你要留意 已经建高点了 因为大家认为打过警线之后 还会继续往上 你们听到这样的分析 不会有人告诉你短线建高点 来看一下 8月30号将拉回 对了第二车了吧 前面一段你可以避开400点 这一段可以避开500点 10月份股灾 你可能跟你讲说避开10月份股灾 它是什么时候避的 是这边破底避了吗 还是在前面就先告诉你 我这在9月26号提醒你 行情路况建高点 9月26号 9月26号 行情路况建高点 我把美债殖利率往上做一个标投 这一段行情就是美债殖利率的问题 避开1200点 对了三次了吧 这三次你可以说我运气好 蒙到的 10月19号上去反弹将结束 在这个位置 有人会告诉你 急跌之后必有急拉 B型反转或者是整理格局 不会再建低点了 对不对 但是我那时候提醒你 反弹将结束10月19号 证据在这里 我是朋友 10月19号反弹将结束 旁行路况 是往下的 我是朋友 后来有没有下来 这一段 480点 这一段1200点 这一段480点 对了几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第四是你可以说我再次运气好 好 这是12月20号 他就是 哇 亮说整理结束了 应该阻底之后有机会 往上或是往下 你当时听到的分析就这样 多空磨砺两可 就是在这个区间做整理 这个是最你听得下去的 同温层的分析 在这个区间做整理 我直接告诉你 12月20号 航行路况往下 12月20号 航行路况往下 在这 谢谢 后来这一段 下来 破了9400点 前波的低点 全市场告诉你 要停损放空 因为你之前没做动作 要停损放空 一堆的没有 叫你做空 你听得进去 叫你停损 你听得进去 可是投资朋友 我在那时候 1月3号 1月4号 1月7号 提起航行路况往上 而且要报股过年 这一段上去 有多少的利空 有细心源的利空 机体的利空 台积电法座会的利空 联电的利空 过年的长时间 不确定的因素 以及过年后开红盘 已经涨上去了 很多人告诉你 要保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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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投资朋友 我在1月3号 就已经都要告诉你 航行路况往下 操作面可以进场 偏多操作 1月3号 1月4号 航行路况往下 一样偏多操作了 我们在12月20号 签股票之后 我们有钱 可以进去带会员 偏多操作 1月7号 往下幅度不会太大 震荡幅度越高 从马越间干净 未来不论涨势跟速度 都超乎你的预期 连带的大盘 涨势跟速度 跌破大家的眼镜 我跟投资朋友说 要爆股过年 1月30号 爆股过年 新年快乐 12月26号 提醒你 第一次 从1月3号 1月4号 1月7号 往上之后 一直到2月26号 提醒你 航行路况往下 有没有 跟你报告 2月26号 航行路况往下 往下 3月11号 提醒你 航行路况往下 幅度速度不会太大 个股可以偏多操作 3月12号的传真稿 这样写 往下幅度不会太大 个股可以偏多操作 3月13号 直接告诉你 航行路况往上 3月13号 都是朋友 有没有上去 3月提醒你 3月25号 提醒你 航行路况 仍然是往上的 这是我当时印的 在3月29号印的 3月25号提醒 航行路况往上 我说对错 然后有市场上做决定 第三段航行 会往上 但是不建议你参与 高手盘 也没有证据 3月25号 航行路况 将往上 我说朋友 3月25号在这 我印的 我印的在这边 也没有上去 到11,077点 走天最高 刚刚我再跟您报告 航行路况要积极做多 偏多操作 你不会认同 现在我告诉同事朋友 请你要卖股票 换现金 保留大量子弹 因为航行路况将往下 还没有发生 你一定也不会认同 就如同之前 我对了一次 对了两次 对了三次 请你华丽的转声 避开风险 你听不进去 对了四次 请你华丽的转声 你听不进去 第五次 再请你华丽的转声 你听不进去 二月二十六号 提请你华丽的转声 你听不进去 包含现在四月十二号 我请你华丽的转声 还没有发生 你也听不进去 然后我请你要 偏多积极操作的 一月三号 一月四号 请你要偏多操作 三月十一号 请你要偏多操作 你那时候 你也听不进去 因为所有的气氛 投资氛围 跟市场上的分析 我的分析 永远是跟你 是做一个反方向的 大牌是如此看 产业也是如此 昨天我跟你说 投资朋友说 地震 大家再讲一个 内政部开始说 台北市的 都根要加速进行 那有些大楼 它是有歪斜的 倾斜的 可以进入 叫围绕都根 OK 今天报纸上出来了 其实我之前 就已经花时间 跟投资朋友说 围绕都跟这个部分 什么产业 上中下哪个产业是受惠的 前端是房仲 因为有围绕推动时的 培训 中端跟后端是什么 银行你必须信托 你必须借贷 可是信托跟借贷 这样的利润 其实整个金控或是银行的 EPS贡献度不高 即便有几百亿的产值 可是投资朋友 那个都是政策做多的 是利息收入不会太高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不管你是要围绕重建 或者是改建 违建或是自建 你都必须找建筑师 必须找营造公司 帮你盖房子 这个东西才是 对于公司营收占比 会比较大的一个产业 可是投资朋友 你今天看到的平面媒体 全部告诉你 只有金融股是受惠产业 我只能说 对于产业的认知太浅了 对于产业 如果是围绕重建 这个产业的受惠族群 认知不够深入 所以才会讲金融族群 才会去讲 跟你讲金融族群 真正的社会 是有切入的营造公司 营建类股 它才具有真正营收爆发 的那个潜力 如果你没有切入这一块 你没有营收爆发 金融族群的EPS贡献 占比其实不高 如何去爆发 股价如何让你惊艳 我这边有了解吗 围绕重建前端后端 跟中间最重要的 受惠的产业公司 我那时候就分得 讲得很清楚了 讲得非常清楚 我说过了台北市30以上的老房子 很多 现在昨天一个地震 把这个东西又震出来 整个又浮上新闻媒体的版面 还好昨天没发生什么大事情 可是投资朋友 是不是凸显了 微续事先就已经跟你做一个说明报告 围绕重建是你要了解政策做多的 一个部分 除了风力发电之外 就是围绕重建 这五年内是政府吉利作多 因为他们有基地大小的限制 你只要去做一个耐震出品 就开始可以加速审核 从很宽松的方式去审核 然后最后再发建造 再发执照 使用执照 我为什么这么了解 投资朋友看一下 台北市围绕推动师的聘书 是小弟我本人 高维续 我为了了解这个产业 不管是大盘方向或是个股产业 我是取得国家专任的证书 甚至拿到聘书 投资朋友 如果你想要参与 未来政府政策 做多围绕重建的 体材的族群个股 欢迎你打电话 跟我现场主义做联络 我是高维续 祝大家操作顺利 休假愉快 身体健康 获利满满 我们下周一见 谢谢大家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网至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并自负 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参考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参考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 不再忘读参考 特别开放专线